你好,在這個影片裡面會介紹一下這個SmartPOS Plus的軟件 那這個SmartPOS Plus其實就跟功能跟那個SmartPOS也是一樣的 只是它可以跟這個主機和副機同步 那現在我們在這裡會有兩台機的 一台就是我們的主機會那個運行SmartPOS 然後這個會是我們的副機就是SmartPOS Plus 然後我們現在先打開一下主機的程序 我們先打開SmartPOS 然後我們現在用測試的戶口 然後按進去 然後插新菜單 插新完成了 然後我們再來這裡就是我們的副機的程序 然後點進去 也是一樣啊,我們用這個測試的戶口 然後按確定 也是插新菜單 插新完成以後 你會看到這個右手邊的指示狀態 就是代表這個已經連接到這個主機上了 那我們先做一下那個演示 就比如說有個客人進來 然後我們打開A1的台 然後這裡打開了 然後同時間就會看到這個副機就已經打開了 那這兩台機需要在同一個網絡上使用 那我們現在打開 用副機打開台 比如說有六個人進來 打開了 同時間也看到那個主機也是同步了 那做一個演示 我們在主機上點個 點個 點個 訂單 然後我們聽到 就打印機就剛打印出來了 也會看到我們的副機也是同步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Smart POS Plus 的程序功能 那基本上就是跟POS 也是有 九成以上的功能一樣的 那只是給客戶可以 在一個餐廳裡面安裝多個下單的位置 可以給多個員工同時間使用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POS Plus的同步功能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給我們發個E-mail 也可以去我們的網頁了解一下 謝謝